您好欢迎收看3月11号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吕卫 北宾国小南测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现场许正卫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陪同之下 前往现场会刊工程进度 预计在6月底可以完工要提升学校教学环境品质 为持续优化校院环境设施 现场许正卫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及北宾国小校长卢温芬的陪同之下 视察学校南测校舍重建工程进度 确保校舍硬体设施完善 为师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环境 跟中央来争取经费 那经过几次的这个来回争取 我们争取到5700多万 那就这个将我们的这个经费 也把整个校舍重新打掉改建 那现在已经几乎进度已经到了百分之七十几了 所以要谢谢北宾国小的所有的师生 跟大家一起配合 让这个工作工程能够顺利 那也谢谢施工单位 更谢谢教育处 这个不断的协助 那谢谢这个建设处 对于我们的这个上标 或者是我们整个工程的进度都不断的监看 让这个整个工程能够如期如值 那预期在这个今年的113年6月下旬能够完成 那之后再进场来对于我们室内的部分来做一些这个部件 那未来的大概希望在今年的113年的9月份开学 能够让我们的师生能够有一个新的校舍来启用 欢迎新政府积极优化及提升教育品质在硬体设施上 欢迎新政府近年来除了承办各项国际运动赛事 包括全民运 全中运 全民运提升花铃线校园软体以及硬体等体育设施设备之外 根据其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来挹注 改善校园设施设备 提供学校师生安全优质的学习教学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